會議室裡都是女性 這是日本東京都政府日前主辦的研討會 目的在於學習有助於職業發展的溝通技巧 二十五位與會的女性工作者們 有志於成為主管 根據日本政府數據東京證券交易所主要市場上 一千八百三十六家上市公司的董事 和高階主管中只有百分之十三點四是女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設定目標 二零三零年大型企業中 至少要有百分之三十的高管是女性 日本依然受到傳統觀念影響 東京都政府從二零一八年開始舉辦類似研討會 次年內研討會參與人數增加超過四倍 一項有關全球中型企業女性高管比例的調查顯示 從二千零四年到二零二四年 二十年間全球女性高管的比例從百分之十九點四增加到目前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五 但亞太地區在促進職場性別多元化方面出現倒退 日本はですね外圧に弱い国でもございます 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やはり日本だけではなく 世界を含めたその機運であったり企業であれば それは世界からの投資家の視点であったりですとか そういう意味でそこがしっかりと求められるという 有研究資料顯示疫情後企業陸續回歸辦公室 可能阻礙職場性別平等發展 因為靈活的工作安排相對有助於女性成為領導階層 若企業不進一步採取行動 支持女性晉升至領導職位 預計要到2053年才能實現企業高管的性別平等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Hello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